那填充的A題這題也是蠻基本的 就是你要去讀懂的這種平均 但是平均不是三個像家 因為他現在人數不一樣多 所以要把這個人數稍微乘一下 所以標準做法就是 6 9 乘40 然後7 8 乘25 7 4 乘35 然後再除上這個 100人 那我們再稍微快一點點好了 我們就 我們來稍微快一點 稍微快一點的意思就是說 有時候我們算平均可以先平移 當然你要這樣做 要常做你才有信心 所以我們先用70做基準好了 用70做基準的話 這邊就等於是說 有40個人是少一分 25個人多8分 25個人多8分 35個人多4分 好這樣的好處就是讓我的那個數字會變小 嗯 好但這樣還是100人 對 好那這樣子就可以變成是70 那這裡是 那個 對 8這是200 那這裡也是那個140 那這裡是-40 所以是300 對 300 所以就變成-370 對 那這樣答案就73 好 所以善用平移 有時候其實會讓計算簡單一點點 嗯 這裡剛好是300嘛 300除3 除100就變3 就73 好 就善用平移再來做 會減低計算 那慢慢乘也是可以 但是 我去鼓勵一下 如果這數字都很靠近的話 可以用平移法 那你用70做也可以 你用其他做基準也可以 對 其實有時候我們對於整數的 尾數為10 是比較好寫 有時候可能用72做啊 或73做 是這樣子更方便 謝謝 謝謝